奔奔今年四岁 本来是一个乖宝宝 奔奔别玩了 吃饭了 来 不准玩了 我不要吃饭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他性格突变呢 经过医生的全面体检和鉴定 奔奔的种种反常行为 竟主要是因为挑食引起的 可能就是挑食引起了他脾气暴躁 挑食能引起脾气暴躁 奔奔什么都好 就是吃饭的问题 令全家人很头疼 我不是 我不是 奔奔不爱吃饭 还很挑食 怎么青菜又不吃 怎么不吃了呢 孩子挑食 已成为当下大多数家庭 最困扰的问题之一 数据显示 挑食儿童的比率高达59.3% 挑食的儿童不仅体格发育迟缓 免疫力低 容易生病 智力也比不挑食儿童明显更低下 严重的挑食 甚至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行为 解决宝宝吃饭的问题 刻不容缓 而成为户毁的一切 务获失败的原因 谢谢观看